我是郭俊妍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學校 高雄醫學大學 是全國第一所自立的醫學院 同時是南方很重要的醫學重鎮 我們還有很美麗的港都風景 可以在傍晚的時候 沿著愛河的河畔騎腳踏車 同時可以在西子灣看海 可以到柏爾享受一些文藝的熏陶 說此之外就是我們的捷運也非常的漂亮 接著介紹我們的學系 我們是醫學系 那時候對醫生的想像就是 一個好像身上帶著光環很神聖的人 可是在進來醫學系以後 就慢慢看到光環背後 其實還是有它隱隱存在的 像是一些社會常常報導的醫療糾紛問題 還有一些工時過長等等的問題 那在大一大二的時候 我們主要就是一些基礎課程 像是從國文英文生物化學 有點像是高中課程的延伸 再加上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的通識課程 到了大三大四的時候 就比較是專業科目的部分 那大三大四我們到底在做什麼呢 其實對我自己來說 我們就是在考試 讀共筆然後和跑台 會有二三十關 然後你在每一關大概就只能停留25秒鐘 那你在這25秒鐘內 你必須要拿起手邊看到的標本 然後迅速的寫下它的英文名字 那有些英文名字又很難背又很長 所以它算是我們一個很大的很難克服的一個難關 除此之外呢 我們主要的課程就有像是生理 生理其實就是要告訴我們說 人的正常身體裡面的器官是什麼運作的 那另外我們還有解剖 解剖我們就會有大體解剖 每年都會有大體解剖老師的感恩儀式 結束後我們還會有重別式 但是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就可以慢慢的學習到 其實那些在書本上面的血管啊 神經是真的都存在於人的身體裡面的 組織其實就是透過去看一些組織 然後去了解正常組織它是長什麼樣子 像這個就是血液的抹片 那最後就是病理 組織就告訴你正常的 很微近下的組織長什麼樣子 病理就告訴你說不正常的應該長什麼樣子 大五大六大七其實就是一個見習到實習 那什麼是見習呢 什麼是實習 對我們來講我們就笑稱它就是一個 從入障變成狗的過程 那為什麼說是入障 其實剛開始進去醫院的時候什麼都怕 那時候最常被講的話就是 這個地方你不要過來 你手不要碰你會污染 你可不可以借過一下不要擋在那邊 就慢慢的學習過程中你就會發現 它是一個把大三大師所學的專業科目 把它轉換成一種思考邏輯的方式 那你就學習到老師是怎麼 透過臨床上的症狀 像是頭痛啊肚子痛 再透過一些簡單的生理學檢查 去懷疑幾個有可能的疾病 最後再透過血液學的檢查 或者是一些影像學的檢查 把這些可能的疾病逐一刪掉 然後最後變成一個確診的診斷 這其實是需要一套很緊密的思考羅程 雜事我們都要做 像我們就要幫忙寫病例啊 幫忙換藥 幫忙放尿管 幫忙放鼻胃管 就是我們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我們可能還要值班 對我來說 醫學其實就是一個很人的科學 在醫院就有很大的感觸 不管你一個人是在有權勢在有錢 在醫院你在面對病痛之前你是平等的 每個人面對病痛的時候 他都會表現出他最脆弱的一面 在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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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醫院